最浪漫的是就是和你一起跳舞 谢谢 不是我 哎呀 是您太太 不是 我客观地说 从上场到现在 唯一发自内心的笑 就是你说完那句话之后她说谢谢 然后我就特别地感慨 我觉得大哥您太厉害了 您这个脚啊带开关的 就是跳舞的时候是好的 一跟您太太去散步就坏了 您有多少个舞伴啊 我问一下 三个 固定的是吧 相对固定 那他们要是不跟您跳舞行吗 不跟他们跳舞行啊 您不跟他们跳舞行吗 我也行啊 那为什么还要跟他们跳舞呢 我听来听去啊 两人矛盾主要出现在舞伴身上 控制一下自己的脚行吗 一个人总要有一点业余生活嘛 既然是自己的爱好 就会有这个追求嘛 刚才您跟我讲了啊 就主要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不肯跟您太太跳舞 就是怕这个社会舆论啊 对吧 这不是主要的 你一带她去跳舞 所有的人就会说 哎呀你看你看 你看她带了媳妇来跳舞了 所以您那三个舞伴 就不能跟您跳舞了 您主要是怕这个 我跟你讲啊 你们两个的关系 从两千年的时候就开始失控了 你就开始放飞自我了 现在退休已经收不回来了 自由惯了 现在媳妇想抓回来 抓到自己身边 完了 难以收手 所以我现在今天就问你 大姐就说了 就说你能不能多陪陪我 不出去跟别人跳了 跟我跳 能不能 如果能 咱俩就继续过 如果不能 咱俩就离婚 你怎么选择 如果是非要选择的话 对 那当然是能 这不还是能吗 这不还是能吗 所以人生在这个年纪都已经63了 还有什么比家庭更重要 还有什么比稳定更重要 还有什么比老年生活幸福更重要吗 你看他这一天愁眉苦脸 你看那眉毛皱的 您看看 跟您风风雨雨走过这么多年 就不如舞池里的那一点点 兴奋和温柔吗 就不能让他笑一笑吗 你自己想一下 一会儿再回答我这个问题 也不是这样的 你等一下吧您 先说说大姐啊 一切都没有问题 唯一的问题 就是给他太大的压力了 您的这种施压 不光是包括亲朋好友 动不动就打电话 还打电话到驾校去 听我说完 他现在处于叛逆期 老年叛逆期 就是你现在越压着他 他就越反抗 我可以说一句吗 你说 那是由于我无助了 但是这样的方法 你绑得住他的腿 绑不住了 你绑得住他的腿 那我也没办法了 你不让他学车 你绑得住他的心吗 是啊 事实就是没有 我这是一个尝试 是 所以 所以以后不要这样 所以以后我们用正确的方法 去疏导 没有 就是说我就保持沉默了 就一直是冷战 沉默没有用 冷战没有用 沟通才是最有效的 跟踪没有用 跟随才是最有效的 就像你当年教他跳舞那样 教他怎么样过好老年生活 妈不会听我的 他不会听你的 但刚才我问他了 我说如果大姐今天就走了 你怎么选 这才是有效的方式 而不是用舆论去压制他 他疏读的多你知道吧 你光压制他是没有用的 我是因为过了十几年了 我一个人就想尝试一下 人家是有强势的男 女人他们是这么做的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有用啊 我也没有去干预他 我一个人悄悄的 我想做什么 我没有说 今天不让你去 没有这样说过 都是我 我跟你讲 你说的是对的 你是这样做的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 没有用 我再告诉你 什么样是有用的 你懂吗 他这种人 就像我刚刚说的 你今天就把狠话撂在这 就有用 你说我不干预你 然后我就怎么样 我跟踪你 我用外围的方式压制你 没有用 我现在告诉你 实验事情 我现在也停止了 对 所以你今天 停止了就冷战了 在现场冷战也没有用 你就给他一个明确的态度 外面的那些鲜艳的色彩 在这样的年纪 不如家里的妻子 给你带来的陪伴 不如未来 当有一天 你可能躺在病榻上 递给你的那杯温水 带来的温暖 六十三岁了 该考虑这些事情了 你的妻子要的不多 就是你陪她散散步 你可以接听她的电话 你可以在舞池当中 伸出手去邀请她 与你共舞 接下来的人生 成熟的爱情 因为爱你 才需要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左岩老师 你现在看到大姐在哭 那是一种孤独的表现 如果说她这种孤独 还得不到你的一种 感受的话 我觉得大哥 有些冷酷 可能在大哥心目当中 觉得自己比较高胎一等 反映在 因为她是奔着您的学历 我可以插一句吗 可以插 因为她以前长得很漂亮 那个时候 为什么她一定找个大学生 有一个秘密 我可以告诉大家 那就是说 她对后代负责 有一个优廉的 这个基因遗传 其实她比我还要优廉 因为她这个人 她要达到什么目的的话 要定青山不放松 所以您的潜台词就是 她不择手段 包括跟您相处的 这个方式当中 让您感觉到很不放松 您需要自由 对吗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 就如同跳舞一样嘛 就是要步调一致 互相理解 跳舞当中 总有一个跟随者 总有一个指引者 而现在您的老公 希望自己能够 主导这个舞伴 那她一起出来的步伐 才是和谐的 所以说您不需要流泪 您需要让她感受到 其实您 对于她的需求 是正常的 并且需要她给您反馈 您要给她空间 不是说你去保 不管你实际上 不是这样的 她出去了 你在后面跟着 你并没有给她空间 她需要的空间 是真正的自由 新的空间 大哥 的确您想自由的空间 是合理的 是对的 但您要关注到老伴 脸上的眼泪 为什么 你在家里头 真正的沟通的时间 又能有多少 其实你们一直 是在各自生活 所以希望 我希望 您跳舞的时候 可以带上她 她出去旅游的时候 您可以跟随 明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其他 来 严老师 年轻的时候 因为妻子 妈妈 你还没给你 我可以带上水 那要不 public 你还会带上水 我可以带上水 你还会带上水 那要不公开 我可以带上水 所以我就会带上水 没来 你再会带上水 你再会带上水 带上水 我们再会带上水 我可以带上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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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茜 她的每一次对你的某种情绪 你都要去解释 恰恰证明了 你所有的回应都在告诉她 无论你现在怎么样 我都不会放弃你 我从来没有想过换老伴 我就是要跟着你 那就是这样吧 其实想来想去也公平嘛 上半辈子你管着她嘛 下半辈子你求着她嘛 改不了啦 你看你那个情绪是没有人能够劝说得了的 你所有的情绪就是我后半辈子我要求着你过嘛 你认为是求着她过嘛 是的 但是其实想想你不要这样去想 你是求着她过嘛 上半场你占有主要的地位 下半场你处于一种劣势 其实想来想去也公平 当然我没有办法劝说你说给她自由吧 就像闫老师说的 你该出去旅游旅游 你不会的 她放心不下的 但是 你放心不下 你跟着她没关系 但你想通一点 你不要认为下半场我委屈求全 我内心是痛苦 其实也不是痛苦 你要跟着她就跟着她 但不要以这样的心态 她都这把年纪了 她还能飞天上去啊 换这言之 其实我认为这位大哥并没有那么爱跳舞 并没有那么爱开车 其实事到如今到了她这个年纪 她的这种自由啊 是一种不明所以的自由 就是你偏不让我干什么 我就偏干什么 老年人偏不该干什么 我就偏要干什么 这种自由啊 当外力一撤销的时候 她就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 我说的对吧 其实你也没那么想要 那么去做 所以呢 你要跟着她就跟着她 你要管着她就管着她 但是呢 心里一管 你只要做到一点 嘴上少说一点 你越抓着她 她挣扎得越猛 你越看着她挣扎 她越挣扎越没意思 好吧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稍微有点生活阅历和生活经验的人 都知道你们这三十多年演得挺辛苦 确实很累 一直在演嘛 你一直在给别人演嘛 典型的我的生活就是幸福的嘛 你从年轻时候就开始秀嘛 从找对象开始就是要满足 给别人一个交代嘛 就是有很多人老是想按自己的方式 去征服一个人 或者征服世界 或者征服一段感情 或者控制什么 你所有的描述里面 你必须承认你是一个 做事有计划分阶段执行的女人嘛 在你的人生阶段 你这么去做就是有一个原因嘛 是你想控制嘛 你要控制你自己的生活嘛 所以从两千年开始 你所有的生活重心是什么 是让这个家在物质上面更阴实 不能被人瞧不起 是的 至于你的情感需求可以被压制 是的 现在你回来了嘛 潮流变了嘛 现在的潮流是秀恩爱了嘛 有秀的需要 有你内心的需要 这个男人不能满足你了吗 不能给了嘛 就是你们都演了三十多年的婚姻 还想演下去吗 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了 活自己 骗了自己一辈子 为什么不能活一回自己啊 不行就是不行 就是得有底线 你有底线吗 确实是没有 闲着没事 骑个摩托车浪到什么呀 我们这年轻人 都已经看不下去了 而且是你教着他 打开了一扇新的世界的门 你放手 你手把手地把它往处推 是的 你还觉得我能控制他 我的力量很强悍 他 好 今天话说开了嘛 我看就是 这个婚姻就是要到 已经突破底线了 您回不回来 回来咱接着过 不回来爱干嘛干嘛去 过分了吧 反正我 反正我的亲 你一次就没出去 那叫新吗 说 你 你出去的时候 我在家里特别愉快 你说的吧 是的 你不看他就烦吗 新是没出去 您没有张三也没有李四 但是你更没有他 你只有你自己嘛 我只是觉得我们 三十多年的这个婚姻了 总应该面对一下自己 坦诚一些 想过咱好好过 不想过就寻找 各自认为的幸福 何必这样多痛苦啊 行了 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 几十年的艰辛 我们分与同舟 我把我一生的爱 为你遮风挡雨 给了你一个温暖的家 到了老了你还这么 对我百般的挑递 不是有人说 少年夫妻老来伴吗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守护是最沉默的陪伴 刚才我们已经 说了不少了 但是一个不正的事实 那就是我们已经是你老了 你需要调整心态 一切不必要那么认真 真作假诗 假意真 假作真诗 真意假 我还是希望你 能够完美转身 欢度余生 哎 听懂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你看人家这个最后 最后引这两句话 非常有意思 假作真诗 真意假 真作假诗 假意真 就是到了这个岁数 如果说还秉承着 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在生活里人一点 真东西都不掏 我倒觉得 活的岁数越大越悲哀 行吧 最后看他们自己 会做怎样的选择 请开门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欢迎认识 欢迎认识 谢谢小天使 见证是他们的老板时刻 老板 你也不会伤心 你不是很希望跟我跳舞吗 现在我就是脚断了 我也要正面一下跟你跳舞 现在 当然 干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